接下来这个意外随时可能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 在台中一位民众他去买了电影票 结果没想到进场之前弄丢了 他向店员问问有没有任何的补救措施 店员说你有收据吗 不过他的收据跟他的电影票定在一块也丢了 那么店员说没办法 这个影城是认票不认人 他认为难道没有方法证明 他的确是花了钱买了电影票吗 没错 消保官也这样说 像电影票还有演唱会的入场券 他都是不记名的有价证券 掉了就是掉了你只能够认赔 为了抢看刚上档的热门洋片 黄太太一家人拿着现金排队买票 但好不容易买到了午夜场 票却掉了寻求票务人员的帮助 没想到却得到这样的回复 因为这种票卷类的东西还没有播放的建议 在影城柜台双方争执不下 电影票连同套餐购票证明 总共五六百块全都弄丢了 眼看着电影就要开场 却不得其门而入 票跟收据一定是定在一起的 那我们现在都没有 那是几分钟前才跟他买的 业者方面坚持 由于电影票属于不记名有价票券 加上票券后就写了数不补发 如果消费者自己遗失票券 就得付钱补票除非是刷卡买票 有签单当作证明 却让民众觉得太不同人情了 如果他就是现金购买 还完全没有把他提出任何佐证的话 尽量是可以确认这个客人 他是真实有来购票 因为避免有一些客人会用恶意的方式 认票不认人 他是不记您的一个证券 所以呢他在这个部分 除非说你要付很高的举证义务 就像之前阿美演唱会时 也发生过类似争议 民众票丢了就得再花一次钱买票 让消费者觉得权益受损 虽然相关单位已经开始讨论修法 但现阶段如果不想发生类似争议 还是得自己好好保管门票才行 中天新闻 王一朝李孟章台中采访报道